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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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碼動足先機動能掌握即先 大家好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動能大戶亂的盤 我們直接看盤 大盤今天中場下跌35點 歐利息下跌2.58點 基本上今天應該怎麼樣 應該有戶盤的力量進來 但是好像盤中有跳水對不對 同學跳水歸跳水啊 市場上如果說有恐慌的氣氛出來的話 這種恐慌的氣氛往往會造什麼 往往會造就買點啦 你看一下這邊 同學有時候 遇到這種狀況 同學其實基本面有沒有改變 我先問你問大家 基本面有沒有改變 應該沒有改變吧 變成是什麼東西 變成是川普當選之後 這一天就是在反映那個關稅的部分 就是之前是他的盟友 美國跟那個 美國 那個加拿大跟墨西哥嘛 他們之前三個是免稅的嘛 三個免稅像兄弟一樣嘛 現在呢 現在基本上已經不是兄弟了 那個川普就是上來之後 把對方當煙弟 好不好 我要課你25%的稅 這已經在反映這個東西啦 那反映這個東西的話 同學既然反映這個東西 基本面沒有變的話 那源頭就是在這個關稅的部分嘛 就是你要從這個關稅源頭去看 就這個部分去看啦 那這個部分去看的話 其實就有兩個議題嘛 第一個 關稅最後到底會不會課 現在看起來好像會課對不對 而且你不要忘一件事情 川普在選舉的時候說什麼 他說中國他要課他60%的稅 現在呢 10% 怎麼差那麼多 所以呢 所以墨西哥這邊 你說他要課他25% 後面真的會課嗎 真的會嗎 今天他已經跟墨西哥總統有通電話了 他也在推特發文了 後面真的一定會課嗎 你可能稍微想一下 就算課了 到底誰買單 同學到底誰買單 我們買單 不可能 我們怎麼買單 拜託 幫你組裝賺那一點微博的代工費 我要去買單這25% 所以你們自己買單 到時候倒楣的 還是一樣美國的消費者 今天這個盤 我知道大家覺得很鳥 很鳥就是盤中的時候 尤其是差不多十九點半到十點這一段 哇大跳水 都在跳 拼命的跳 亂七八糟 跳了亂七八糟 但是同學鳥盤 我們一樣可以賺錢 好不好 一樣可以賺錢 應該沒錯吧 今天不是一樣賺錢 生大出一出嘛 生大出掉 同學 生大我們執行庭力 庭力之後我們有錢對不對 有錢後面有新的 我有覺得喜歡的 有大戶在卡位的 我們再來買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不是那種什麼 哇從頭一直買一直買一直買 沒在出的 我們不是沒在出股票 我們也在出股票 有進有出 好不好 看錯的就停損 對 所以就是你這樣子做下去 我不敢跟你說什麼 沒檔股票都大賺 沒有那種人 好不好 那個基本上 每次都賺錢跟你騙 好不好 最真實的差不多 就是有賺有賠 賺的幅度比較大一點 有時候小虧三泡五泡趕快出一出 基本上這樣子 你這樣長久下來就可以賺錢 現在這狀況 我還是建議大家 好股壞股都到亂跳水的情況之下 趕快調整部位 好不好 趕快調整部位 後面我認為 同學 今天有互盤的力量對不對 今天有互盤的力量 這幾天如果說有機會質穩的話 今天基本上只跌35點 今天不是跌350點 只跌35點 有互盤力量進來 再來如果說 穩住的話 同學不用大漲 穩住就好了 一樣 大盤輕輕彈 個股又是一片天 哪些個股會一片天 還是一樣 現在逆勢 現在能逆勢 翻紅的 有大貨債的 有題材性的 都是這些股票 好不好 所以你趁現在趕快把部位調整一下 當然我不是叫你買VBU VBU很多都跳水 不行啦 尾頭到尾都假的 好不好 VBU從頭到尾都是唬爛的 選配就是選配 選配沒有變標配 你都是嗎 你要看的話就是AES跟順達而已 其他沒有 其他沒有啦 然後具象也接到那個機殼的單 基本上就是這三家 真的有單的 其他的其他哪裡有單 有單個屁蛋 哪裡有單 好不好 昨天連什麼達方都出來講了 我就沒有啊 幹什麼 我們做的那個是不斷電 跟那個沒有關係 扯到那邊去 所以同學趁現在 不會趕快調整一下 好不好 因為如果說互盤力量大的話 不用不用大漲 穩住就好了 穩住的話 那次基本上就會開始點火提塞股 好不好 好那先來看今天的那個旗子 今天旗子哇 又小空2011 還是這樣高水位 還是這樣高水位 所以在高水位的情況之下 指數還是有壓力的 好不好 因為他會想辦法怎麼樣 想辦法讓他的部位去賺錢 然後呢可能就 每天都出一些奇怪利空 但是呢 出一些奇怪利空 說真的啦 同學 你就這個部分呢 現在是這樣子嘛對不對 關稅佔嘛 關稅佔嘛 之前不是說60% 對 應該不是吧 應該沒錯吧 現在變加10% 然後再主要是這個 墨西哥加拿大 主要反映這個東西嘛 這是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同學 剛剛這是川普的發文 推特發文 剛剛與墨西哥 我幫你翻譯有完了啦 剛剛與墨西哥 新疆總統進行成果對話 他已經同意採取停止移民 通過墨西哥進去美國 還討論如何 阻止毒品當地為美國 以及應對國內毒品消費問題 這次會談非常成功 同學 他要課墨西哥25%的理由是什麼 不就是這個理由嗎 現在怎麼樣 現在人家已經四出三億了 所以既然四出三億的話 會不會 你到時候一月真的就任的話 是不是一定會 很強硬的執行那個25% 畫個文號 不知道喔 同學不知道 而且這是行政命令嗎 現在是行政命令嗎 行政個屁蛋 就是推特發文而已啦 推特發文就可以像股市了啦 後面是不是這樣子 不知道 但是呢 但是如果說這個地方有開始 有一點曙光出來的話 怎麼樣 搞不好 不會像大家想的那麼嚴重 而且呢 而且如果說真的可好了 到底誰買單 我們這些被昨天被掃到的廠商 真的有辦法買單 你在給我騙 毛利就6% 7% 10% 8% 你關稅25% 就算砍一半 對不對 我們這邊一半 然後那個CSDP廠一半 我們也不夠富好不好 所以不會是我買單 你知道為什麼 而且商人啊 賠錢的生意 沒有人要做啦 殺頭的生意有人做 賠錢生意不會有人做啦 你要我買單 那你就找別人做 然後呢 不好意思 沒有別人 沒有別人誰能做 就沒有別人嘛 美超委 只會叫美超委而已啦 美超委有辦法 那財報都有問題的 所以美超委也沒那麼多單 6成的單都在紅海 3成在廣達 美超委之前出事單子都移出來了 所以就是 就我們這邊能做嘛 我們這邊能做的話 當然不是我們買單嘛 拜託我就賺你一點點錢而已 我給你買單 二十五拍的 太多 所以不會是我們買單好不好 所以第一個 不見得後面會爭 第二個 就算真的也不會是我們買單 因為根本買不起單 賠錢生意不會有人做的 好不好 殺頭生意有人做 賠錢生意不會有人做 所以這個市場反應的 應該是有點激烈啦 那有點激烈的話 現在在我們昨天節目今天跟大家分享什麼 你可以看什麼 偽創嘛 他不法說該開完 法說剛開完 今年賺個六塊 明年賺個八塊八 對 報告大多寫一百五十幾 一百五十幾 昨天東一個掉下來 摸一下 對 跌個六%多 超過五% 對 今天有沒有回穩 今天不是回穩了嗎 那回穩 同學今天盤是跳水盤 盤中有跳水盤嗎 還拉得起來 下降一下下降鬼在這邊突穿打回來 然後呢 賺八點八 明年可以賺八點八的公司 一百一十幾塊 這本益比應該很低 應該沒錯吧 這本益比很高嗎 我是跟你講那種天上的 講到你不 那停定了 那本益比很晚 不是啊這本益比很假 不是叫你買 好不好 這種是穩健的 給大家觀察說 有沒有機會指紋 除了這個以外還有什麼 偽創偽引益的指紋對不對 台積電嘛 外資不是拼命想要打台電 今天又來了 什麼劉德英說 美國那邊會虧幾百億 還漲五塊 守在一千塊 守在一千塊啦 同學台電喔 現在已經月底了啦 過沒幾天喔 就是下個月初 下個月初基本上台電會放益收對不對 應該不會太懶 應該不會太懶 所以像這種公司怎麼樣 這種公司喔 他也要懶得出來 每天出來跟你什麼 出來跟你什麼 反駁市場上的消息 他就用業績給你看而已 就是丟業績給你看 好不好 只要業績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市場上的那個雜音慢慢就會消 就會消退 所以呢 所以如果說你從這幾個邏輯來看的話 就是關稅後面不見得會加 因為墨西哥這邊已經153億了 然後呢 如果說真的加的話 倒霉真的加的話 也不會什麼買單 因為沒有人買得起單 好不好 買不起單啦 然後呢 從昨天的部分來看的話 像偽創啊 然後台電基本上怎麼樣 都回穩了 那這樣回穩的話是怎麼樣 大盤清晶潭個股就會一片天 後面的戲碼通常都是這樣子 所以你要去看什麼 你就要開始看 現在籌碼錢 大戶的錢 到底在往哪個地方擠 那往哪個地方擠 對 我相信富富橋我們跟大家提到過 對 那光通訊投信一直在買的 對 我認為如果說你要看的話 這都比較貴對不對 這本益比很高啦 短天上我認為你要便宜的話 還是一樣可以看富橋 我認為還是可以看巧巧啦 同學今天又不是盤那麼爛 搞不好一大早就鎖起來 今天盤很爛嘛對不對 搞不好如果盤沒那麼差 搞不好看這個地方它就鎖起來 跳水跳一個又拉上去 我知道有人可能下車了啦 或是說明天要法縮的先下車 同學如果他法縮講得不錯怎麼辦 如果他法縮講得不錯呢 台光店最近一直在加單你知道嗎 所以就這部分的話 籌碼會進去是什麼 就是大幅的錢有開進去嗎 這種鳥盤他還敢開單代表什麼 代表他不會怕嘛 所以還是一樣啦 跟著大幅走財富一定有 我們昨天跟大家報告 我們出了日月光對不對 也出了真頂 同學這兩次都小賺好不好 沒有賠到錢 基本上這兩次都小賺 因為我們做點價差啦 好不好都小賺 今天怎麼樣 今天我們把那個神達給出掉 同學神達是從61.5到62喔 這邊都買得到喔 洗來洗去 61.5到62嘛 同學我們就抓62就好了 62然後呢 一支掌停板698 兩支掌停板732 三支掌停板799 再來怎麼樣 再來就一直混對不對 一直混我今天把它出掉了 為什麼 他盤中跳水的時候 哇貫穿80塊 貫穿80塊 就跳水啊 就跳水啊 就把它出掉了 尾盤又拉起來 哇 怎麼尾盤又拉起來 哇好強喔 對啊隨便啦 哇同學從62到80這幅度已經夠大了 出差不多出在7879這邊啊 反正就是差不多80塊附近啦 這幅度已經很大了 幅度很大的話 收錢應該合理吧 收錢你錢收進來 今天盤這樣子 我相信這個應該是 應該是小確幸吧 欸跟他這塊行情做整個了解 應該沒錯啊 很多人在賠錢欸 在賠錢欸 我們還可以賺到錢 賺到錢就小確幸嘛 其他籌碼沒壞啦 只是這個地方下影線太長 而且貫穿 貫破什麼 貫破的那個停力點 啊貫破就出掉了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所以同學 我是有在看盤的欸 你不要想說我沒在看盤 我是有在看盤的啦 所以就執行停力 停力的話 後面如果說有好的 類似像這種 神達對 有那種籌碼有進去 又有故事題材 對我們再來玩就可以了 好不好 所以今天 欸還可以賺到錢 除了這個賺到錢 還有什麼 還不是這個吧 你看這個 我們最近跟大家提到什麼 富橋嘛對不對 這是那個 西西流的報告 但是西西流的報告 同學西西流的重點 其實不是西西流 你有沒有發覺報告出來 長的不是這兩支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欸怎麼西西流的出來 不是長抬光電 不是長抬藥 長的是什麼 長的是富橋 同學 西西流的重點就是波纖布 你沒有波纖布 是弄不出西西流的 西西流的 基本上就銅箔 銅箔中間的波纖布 然後這邊再用膠把它壓住 這樣子 這個交都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這個波纖布 這個之前在掌握在日東防守上 我們現在台灣基本上做得出來 然後做得出來也通過認證 台光電一直在跟富橋最大 台光電有沒有在這裡面 台光電有在這裡面 所以你富橋有辦法交多少貨 台光電就有辦法出多少 交不出貨後面就沒有 你懂什麼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重點在這裡 重點在這裡的話 其實富橋這邊 也有在努力的 調整他們公司的結構 結構的話 像我們之前跟大家提到過 然後呢 他為了憲增 憲增把股價壓下來 他股價壓下來 憲增完了 我們就繼續再來 那不是2222 2223 那不是 一支漲停板 兩支漲停板 神達三支 富橋短線上也送了兩支 今天早上差一點又一支 但是呢今天盤太爛了 拍謝 不過呢 不過 同學 今天他又死 這我昨天跟大家說的 這個地方到底是買點還是賣點 昨天他跌一塊二耶 我現在 你看很多節目都在幹嘛 已經都講漲停板的 都講強的 跌的股票不會告訴你 自動消失 幹不起來 但是你看這個 這到底是買點還是賣點 看起來好像是買點 那不是 那肩排很爛對不對 他也是漲了耶 更是氣 這種回到實線 就低段先拉 同學這邊低段很大段耶 這段很大段耶 這不會誤聲耶 對不對 第一段是 這這快五成耶 應該沒錯吧 這邊是20塊出頭耶 不會誤聲 然後稍微正一下實線沒有破耶 之前的高點都凸穿了 之前高點凸穿 這到底是多頭還是空頭 應該是多頭吧 今天最高是298 298代表什麼 298代表他又創新高耶 會創新高 會創新高不是代表多頭嗎 哪個空頭啊 會創新高代表多頭 多多股股要壓回家幹嘛 壓回家早買一點不是嗎 所以我們今天盤下的時候 我就請學員再去做加碼 盤下的時候 在盤下 下了半尺 加碼 加碼他又收上去 我認為像這個應該是 應該有機會 因為同學我們說真的 那個盤面的股票如果有人在的話 如果有人在 就是股票有被主力大物鎖定 他會長這樣子 通常都是這樣子 一波上去 同學這邊不到50塊你知道嗎 他這邊不到50塊 這邊已經搞到快90塊了 這樣是一倍耶 真的有大物在的股票 不會三成五成而已啊 你相信我啦 真的有大物在的股票 那個一上去都是怎麼樣 第一波 就漲停板先推 這邊你看 漲停漲停 就漲停板先推上去嘛 推完之後再來會震盪一下 修正一下管理嘛 再來怎麼樣 再來拿U拿State 拿U拿State 漲停漲停漲停 所以有時候那種 你前面幾根沒做到 沒有關係 有人在的股票 不會就只拉這樣子而已 會只拉這樣子叫什麼 叫做蹭個熱度 就像BBU啊 BBU 後面那些跟風的BBU 就差不多這樣對不對 是不是 後面是不是很多跟風的BBU 可能就這樣子 哇 漲天漲天好強喔 在哪 在就沒有 就沒有啦 所以真的有人在 有大咖真的在的話 他不會只有 一根兩根而已 都是一個波段上去 你懂什麼 所以如果說 你從這邊來看的話 就看起來就很像啊 那不是一支兩支的 練山的 練山的 再小一個 再小一個 各來啊 那各來如果說這邊 又再推上去的話 同學這個又再推上去的話 這個可能不會是 三開頭 應該說三開頭 應該一定看得到 好不好 所以我認為這個地方 還是一樣 你可以做留意的 好不好 要講一段時間了 應該沒錯吧 又不是第一天講 也講一段時間了 你有看節目的 當然今天順便恭喜你 好不好 那這個是遜的 遜的也不用理他啦 180要憲憲 憲憲 知道知道怎麼崩啊 好不好 鬼混啦 混著啦 不知道混多久啦 混到他交款結束 然後呢 看會不會有機會啟動 好不好 要出就出 不想出的話丟著 好不好 同學有時候不要丟著 丟著丟著 後面搞不好 會有你想像不到的收穫 好不好 我們做個簡單的結論 其實同學 這個盤 你啟動關稅站之後 我也沒辦法 對不對 但是呢 是不是整個盤 都是整個偏空走勢 不是嘛 不是整個偏空嘛 那既然不是整個偏空 的話怎麼樣 就是 你這麼多股票 你找不到 會漲的股票嗎 找不到有題材 有大戶在 然後會漲的股票 1700多隻你找不到 想太多一定有 好不好 一定有 所以這個盤怎麼樣 如果說台電回穩 像我們剛剛跟他說的 台電如果回穩的話 甚至說利空的一些股票 開始慢慢再穩住的話 大盤不需要大漲 穩住就好了 再來呢 結構性止跌啟動 結構性止跌 只要一旦啟動的話 人系維持住的話 又開始 大盤清清潭 個股一片天 如果說你是老朋友的話 我相信你非常清楚 每次的結果都是這樣 所以現在你要做什麼 你現在要做什麼 趕快持股調整 調到有題材 對 有故事 有人在的 跟著大戶走 財富一定有 去找那些有大戶在的股票 你不知道怎麼找的話 對 你跟著我 我跟著大戶 一起來賺錢 好不好 歡迎你來預約下一檔 有操作方法就有訓練 你給我下一支 喜歡我們分析的話 可以點個訂閱按下鈴鐺 我們節目更訊軟 在第一時間推播通知你 我今天為各位分享到這邊 籌碼動足先機動能 掌握 我是先祝大家沒討論你 明明見 拜拜 可可不可以 製作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